台湾4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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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笑 三 零是笑 二 零是一 各位媒體朋友 以及各位這次要到日內瓦參加這個WHO 宣達團 我們這個熱心的這些團員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 將為這個 到WHO 日內瓦這個今年2019年的這個 宣達團呢 做一個授起的儀式 那很感謝我們今天這個 翁會堂主任 能夠鼎鼎為我們做這個授起的儀式 那我們呢先 這個請翁會堂主任為我們這個致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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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 北美洲台灣醫師會的總會長 邱俊瑜總會長 還有我們 大陸上台灣會館的執行長 林農聰醫師 還有我們的 NAMA基金會總事長 許正雄醫師 還有我們的 林淑慶 他是我們NATWA的 就是北美洲台灣副領會的會長 還有陳冠英 是我們NAMA的執行長 還有在座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鄉親還有各位媒體 大家好 我想今天很榮幸 來參加這個 我們NAMA的這個 要去日年瓦全達的這個 授起的儀式 其實我們昨天剛剛接到一個消息 就是說 昨天是這個 今年的這個 WHA大會的 一個 比如說一個報名的電線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收到邀請盤 那事實上 雖然在意料之中 不過我們還是覺得 這個要表達非常嚴正的樣子 抗議 因為 就是說中國以這個蠻橫的 來組同 我們台灣參與 WHA WHO的 這個 這個道路 是 沒辦法 就是台灣的人民 還有我們台灣的僑胞 還有整個國際社會 都是不能接受的 因為這不但違反了這個 世界衛生大會的宣章 同時呢 這是我們的 健康人群之外呢 台灣被秉除以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體系之外呢 是世界防疫的很大的缺口 那麼這個不但是 危機到我們台灣的人民 也危機到國際社會 甚至也危機到中國的人民 所以我想 我們 在這邊的僑社 特別是我們的NAMA 還有我們NADA 還有我們的 這邊的這些 他們對於這個 WHA WHA這個參與案 事實上是 二十年的這個 努力 二十年的努力 他們的精神 非常非常的敬佩 而且他們是不辭辛勞 自己出錢出力 組團到日內瓦去宣達 這樣的一個心事 我想在一個 日內瓦的這個 世界衛生大會的第一線上面 他們有各國的代表 國際媒體 我們的這個 宣達團 能夠再一次不期不老的 組成一個四十多人的這個 團體到那邊去 我們表達非常大的敬佩 我們也深信 就好像這個 李信榮大師最近的演講講的 這是一條艱難的道路 但是呢 我們絕對不會放棄 因為台灣對於這個 國際社會的貢獻 以及對於國際醫療的這個 提供的協助 以及我們要參與 國際組織的這樣 非常強烈的一個信念 跟我們的決心呢 必須要表達出來 我們在這邊呢 這個再次感謝 我們這幾個社團的僑領 他們這麼的 辛苦這麼的專業 那待會兒他們也會跟大家報告 這個宣達團的一些細節 我們大家一起來支持他們 也希望各位媒體多多的報導 把這個聲音傳拿出去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文貴黨主任 那我們接著呢 請我們這一次宣達團 我們那個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總會 總會的會長邱俊傑醫師 來為我們這次宣達團的目的呢 還有我們的一些引游呢 來做個簡單的介紹 各位媒體先進 洪主任 還有 副 副主任 還有三位 姓正的 一個人 都是姓正的 對 都是姓正的 兩位組長 兩位副組長 跟一位秘書 謝謝你們的導臨 這次陣容 你看大家一看就知道 聲勢浩盪 所以說 我們是有備而來的 雖然我們知道 WHA這條路是艱難的 但是 我們 永不妥協 永不放棄 因為 有人在問 那裡就 每年都沒有辦法進去 那裡就放棄好了 為什麼還要花那麼多錢呢 不過 大家都知道 如果 一旦放棄了 就等於你消失了 你就無影無蹤了 所以 我們還是要繼續 讓社會上 讓世界上的人 知道 我們 台灣人 我們 台美人 都是支持 Health for all 邁進WHA 謝謝大家 我們接著請 北美洲婦女會 南家分會的林會長 來跟我們 介紹這個宣答團 各位 貴賓大家好 我是林蘇青 今年 WHA宣答團 是由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來主辦 那我們 是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南家分會 來協辦 今年我們總共有 四十二位團員 婦女會 佔了半數以上 四十二位裡面 有四位 是從 紐約 來報名的 一位是從 新墨西哥州報名 一位是 北家報名 兩位是 台灣報名 其他 三十四位 全部都是我們南家的 有志之士 那今年的報名很踴躍 也得很迅速 我們前後只有一個多月時間 就recruit所有的人 那報名跟機票 都全部手續都完成了 在一個多月的時間 所以我們一月底呢 我們就成款了 而且我們制服 這個制服跟我們帽子都 都定制好的 都秀好的 所以呢 We are ready 等於說台灣 婦女會以向很關懷 醫療人權跟平等的議題 而且女性在 全世界的醫療體系的人力上 是佔半數以上 那婦女的職責本來就是 要為全家人健康把關 對不對 那我們進而也要為所有 我們人的健康來努力 包括台灣兩千三百萬同胞的健康 那此刻呢 我們要很嚴重的抗議 世界衛生組織呢 再度屈服於中國的政治暴力 做出違反人權的決定 我們一定要再接再厲 付出行動 前往日內瓦 發出我們的信聲 來抗議 直到WHO的門為我們敞開 請各位媒體朋友 支持我們的努力 謝謝 非常感謝林會長 那接下來呢 我們請這個洛杉磯 台灣會館目前的執行長 也是我們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前總會長林隆隆医師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要去WHA 我們有很多的歷史 這個台灣要加入WHO 也不是要加入WHO啦 只是要參加WHO的年度大會 叫做WHA World Health Assembly 就是一個 大概一個禮拜到十年的開會 是這樣的 那到現在還是受到阻擋 那這一次海外的台灣人 是第四次主團去參加 我們那個 第一次是我們的前總會長 是周世民創會的會長 醫師協會創會會長 他帶隊的 那時候人比較少 大概七八個人 第一次1997 這個旗子就是當年1997 所設計的那個LOGO 我們現在還在使用 那後來我們的前總會長 許真雄 帶了兩次 後來我們現在的總會長邱醫師 帶了一次 那這次是一二三四 這是 一二三四五 我們是第五次 第五次 好 這是第五次 那這個問題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 怎麼到現在還沒有辦法進去呢 為什麼 中國打壓 這個問題 已經從1997年到現在 已經吵了這麼久 美國方面 我從1997年看到現在 美國從 這個議會 就是他們的那個 那個 Congressmen開始 開始Promo 替台灣講話 後來變成 總統也幫台灣講話 後來是國務院行政系統 就是台灣加入 台灣加入參加WHA 那我們台灣這一方面 你看今天我們有四個 政府的代表來 你就知道台灣 政府也是相當重出這個事情 那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辦法進去 沒有辦法這麼辛苦 是不是我們就不要做了 你不要做就等你投降 有人在講說 奇怪 馬英九政府的時候 他有參加 你們 這個參與政府 就這麼沒有用 就沒有辦法參加 很多人不曉得 我解釋給你聽 所謂的 在WHA當觀察員 現在 在WHA裡面 有幾個觀察員 有七八個觀察員 觀察員 就是由 世衛的秘書處 每一年固定的 因為你已經 你已經做過觀察員了 固定就時間到了 就是說 邀請寫一封信給你說 四月到 大會又到了 你觀察員請你來 觀察員就是坐在所有的 那個大堂的最後面 因為他的 他不能投降 他只能參 我想 所有全世界WHA的觀察員 我記得幾年前還是七個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這家 我想他們都已經收到 Imitation 那為什麼台灣以前 當過觀察員 今年怎麼沒有收到呢 因為 當時候台灣要加入 中國 是跟中國 達成一個共識的 台灣 第一個 要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第二更重要的 台灣 進去要經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批准 阿戰你就知道 為什麼現在不能參加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批准啊 他認為說你是我的一部分 你是我的一部分 你不聽話 我就叫四位秘書說 不要發言給他 不要給台灣去 因為他是我的中 是我的一部分 我叫他不要來 他就不要來 好嗎 那喊另外台灣人 你們要不要投降 不要 阿不要怎麼辦 爭取 就 就嗆聲嘛 所以我說 參加的意義 我們參加 也不是我們參加 他就能夠進去 起碼 我們到那邊 給國際社會 一個聲音說 我們台灣人永不屈辱 你不讓我們進去 我們繼續抗議到底 這是我們宣傳黨的意義 謝謝大家 我補充一句 剛才講到我們觀察員 意思是 勝市會也有幾百個 兩百多個 對 觀察員就是 比較不重要的 但是有機會 讓信證 那麼巴西斯坦會 觀察員就是沒有國家身份的 連巴友組織 連法國歧視團 所以是 因為他本身 不要當會員 他 自己甘願做 做觀察員 還有 紅十字會 這個都不是 這個都不是 國家的entity 因為 你只有 有國家 的名字 才能加入這個會員 那你不是國家 你只好申請做 觀察員 觀察員 那我們台灣是 不正常的國家 實際上這個國家 在國外 這不是國家 所以我們就申請觀察員 其實我們不只是 雖然是一個觀察員 我們是一個第二等的 屬於第三等的啦 第一等的觀察員 是已經由 WHA大會 通過的 每一年固定 就是跟其他國家都沒關係啦 每一年時間到了 就是由 WHA的 WHA所有 一百多個 會員的 在他們的會議 大會 通過說 好 這個 這個 許正雄就是我們 這個大會 通過的觀察員 那 任何一個國家 反對都沒有辦法 喔 所以 一定說過 第二等的 觀察員 就是 你 你要 是 屬於 我忘記了 第二等是 什麼 我們台灣屬於第三等 我們第三等就是說 你是安了一個國家 給你推薦 而且你還跟人家簽了 所以 中國 中國說 你當時馬英九跟我簽了說 你要我的同意啊 你才能進來啊 我也沒有錯啊 那我不簽給你 你不能 因為我是你的宗祖國啊 你 you are under me 我叫你不來 你就不能來啊 很奇怪喔 這個WHO是一個全世界組成的一個 他沒有會長喔 他最大就是秘書長 秘書長就是 好像你兒國的秘書長一樣 是來做協調的工作的 那中國怎麼這麼厲害啊 其實同情台灣 加入WHO的國家很多啦 所有民主國家 包括歐洲的國家 包括美國、日本 奇怪 怎麼只有一個中國說 你不能來就不能來 其他十幾個、二、三十個都說 你可以來 你就不能來 怎麼都變成這樣子呢 因為你跟人家有同意了嘛 你跟人家簽了memo嘛 你說你 你要參加做觀察演 是要經過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意 他就說我不同意啊 那就不能來了 所以很辛苦 不過我們還是要去 因為有的民主可能說 奇怪 以前跟接下來怎麼 蔡英文政府怎麼這麼慢 也不能進去 就是因為 你台灣人要不要放棄 你自己 認為自己是有主權獨立的國家 就這樣而已 謝謝 王主任是不是還要補充 安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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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反正 這個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台美的 以及我也是 這個 有幫助我們 台美的人 我都一不容許 參加 你看 有三毛三 他去五邊 這個去五邊 我現在去第四邊 三毛三 我要走了 很高興 這裡大家訪問 好 大家訪問 他說 我們有這個 指導 有這個 這個力量 希望有一個 中國聽到你的聲 衛生是沒有 細菁沒有僅僅的人 你照我們現在 照自己 讓他們知道 要提供這支 衛生 醫療有高潔 醫療希望我們有機會 大家繼續下去 謝謝 這個很重要 因為有的人不知道前景後 其實2008年 其實2009年才進去了 那進去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記得 那個葉金川 他能夠參加 坐在最後面 照了一個像 還接受網問 講到 痛哭流涕 其實很好 我個人是認為說 不管如何 能夠進去 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 我們在醫師協會雜誌 我有寫了一篇 我說 能夠進去當然 也沒有進去好 但是 我希望 我希望 台灣能夠 因為我這個機會 在 世衛組織上面 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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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Asian 很多志同大夥同情台灣的 把這個變成我們變成第一等的 我們沒有辦法當會員 因為我們不是國家嘛 我們不是是牛狗的議員 是不是說請日本請大的國家 這個他都同情台灣的啦 是不是趕快把這個局勢轉過來 不要變成三等的觀察員 變成一等的觀察員說 好我們在大會裡面同意 不管是你叫做中華民國 叫做中華台北 叫做衛生實體叫做台灣 都沒有關係 這個衛生的entity 就在總務裡面大會裡面決議 就是說以後就固定年度到了 趕快就是自動的跟其他的觀察員 就收到一個邀請 覺得也都沒有做到 所以我們到觀察員做了很多年 我在2008年 我就寫了這篇文章 我就希望說 進去 不管是怎麼做 進去就有機會 你要管絕善也 但是 就是 沒有做嘛 沒有做就是 回到 lock to square one 就這樣子 那要怎麼回去做 第一等的 努力說沒辦法做 剛剛就沒有了 在裡面都沒有 現在外面還有啊 那我們要怎麼再努力 你就不要放棄 人家 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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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又沒有了 現在又沒有了 你懂了 你沒有了 這是最久的 這是那個台灣for2016 所以說我雖然是來這邊是2014年才來認識了我們的徐董 還有各位納瑪的我最近來的醫師們 那其實我在13年前就已經透過這個杯子 跟他們有一些connection 等於說我們都在為同樣的事情在努力 那這個杯子很有意思 這是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是擔任行政院新聞局的國際處長 那我是負責整個的國際文宣 這個WHO這個案子是我們的非常重要的案子 那當初我們設計這個 這個是 它是一個眼科醫師 就是測驗眼睛的一個叫什麼圖 那個chart 那我們這邊寫WHC 就是那個C for charts的C 但是C跟O只有差一點點嘛 那我們意思就是說 然後第二行是寫台灣 然後下來就是這個 這個色眼眼睛視力的圖 然後再下來是寫Can't you see 那個C是一個 就是一個 是一個雙重 所以這個雙關語 用C 可是也是講說是SEE那個C 那個 Without Taiwan The Who The Who就是WHO O 故意把它寫的那個加一個引號 Is incomplete 所以這個是很有創意 為什麼呢 就是說那個who變成WHC了 有一個缺口 那是代表台灣是一個缺口 然後呢 你難道看不到嗎 你難道看不到說 沒有台灣 世界衛生組織是不完全的 我想這個理念到現在都還適用 那這個 我很謝謝我們許醫師 他說這個 這是他的珍藏的寶貝 因為這已經很少看 因為當初 這是台灣做的 品質很好的 可以再做嗎 我有一個可以拍嗎 我想這個 每次我看到這個 我都很感動 就是說 我們台灣不管是在 我們這個海外 或是在哪裡 或是我們在政府 在民間 其實我們有同樣的理念 我們有同樣的覺醒 我們有同樣的信念 我們一定要讓台灣被世界看見 那我就是說 我相信 我們一定要再繼續下去 因為我們不可以 讓人家聽不到 看不到 我們絕不放棄 好不好 謝謝 非常感謝 各位媒體先進 跟各位熱心的團員 那我們現在就請我們 金融處的副書長 翁主任 來為我們做一個授起的儀式 你不讓我們問問題一下 好 要問問題 要問問題 我要補充一點 是這樣子 你知道台灣的醫療 有沒有進步 有 台灣的醫療是進步到現在 全亞洲是第一名 全世界 我想 他說是第三 不過我想至少也是前十名以內 我是不敢試過說前三名 你看 我們對SARS有沒有空陷 有 你看看 我們對MIDO有沒有空陷 有 現在MIDO在LOA 已經開始有了 現在已經有八粒 有八粒現在在那個 我們那個LOA 已經在那個 而且在LAX 有發現兩粒出來 所以說這個MIDO是會有空氣傳染的 那個 那個 我們那個會傳染 會last兩個小時 你如果 它一噴出來的話 如果有那個drop在裡面的話 你如果被吸到的話 大概兩個小時裡面 也有可能再發生 所以說這個是potentially非常 非常那個critical的那個 對不對 是contagious的一種疾病 我們 看看我們現在那個 那個 就是Tuberculosis 結合病 現在TV 現在已經有抗藥了 有抗藥性了 現在在全世界 能夠治療TV 這個抗藥性的 那個抗藥性的TV 治療能夠痊癒的結果 只有51% 不過我們台灣呢 很努力 現在已經達到了 有一個85% 所以說 這個是我們台灣 這個醫療的貢獻 你看 大陸做了什麼醫療的貢獻 對 它SARS隱瞞了 口提液隱瞞了 禽流感隱瞞了 豬瘟 這個就是隱瞞了 它對這個世界上有什麼貢獻呢 最大部分就散播病人 對 對 而且 它在WHO的奉獻有多少 不到1% 就是不到1% 是這樣子 所以說大家這樣子去比較 對啊 我們如果我們出去 就要向大家表揚說 我們台灣的貢獻 那個 大陸上我們 也不要說 看衰他們 不過他們也是一個 實力很強的國家 我們只承認 不過 我們希望 他們不要以政治的氣氛來打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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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